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摩天活力城 那今天我的委托人是一个小伙子 他希望找一个在长春工作 并且孝顺父母的女孩子 那我们一起去接一下他吧 哥哥 哈喽 哈喽 小童你好 我是陈柳 来 坐这儿吧 等很久了吗 太好吧 我过来有一会儿一小会儿吧 大家好 我叫童童生 今年32岁 本科毕业 2015年在长春军学院毕业的 专业是环境设计 毕业之后呢 也没有充值本职的工作 因为工作不太好找嘛 毕竟是一个二等毕业 现在是一个全方面的一个知情整理吧 从事三方职业 也自己也接一些活动 与私营 大概的工资收入在6到12K左右 明夏现在自己买了一套房子 贷款已经放晚了 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呢 就希望找一个属于生命中的一半嘛 就现在已经三十多岁了 也开始需要成家了 父母也在催 所以说想找个女朋友就是说孝顺一点的 然后最好是会做饭 小童是93年的 今年30岁是不是 对 那有没有来自于家庭方面的压力呢 大当然没有 因为我父亲去世是早 我并没有见过 所以说孝顺方面 我母亲都是他们自己 所以说经历上相对于独立一些 也不需要自己去赏养父母 所以说我定算自己挣钱自己花嘛 那咱们现在是做什么工作呢 我是做项目执行的 就是一般落地的 相对于学校最多一些 那工作相对来说会忙吗 看学校吧 因为大学春天或秋天开学的时候 我相对忙一些 然后平时假期 假如你们正在过节日 什么生日节或者这些的 我都会忙 那就是还是挺有弹性的 就是还是能有时间陪女朋友的是吧 对 我是非常多一定算 好 那你对另一半有什么样的得偶需求呢 我想她最好是能跟我一样是本事人 因为我发展的 喜欢是在长军那一面 然后也希望女房能温柔善良 有自己的读到自己的见解 不像就是说别说什么 她就精神这种的 独立一些嘛 好 我们男嘉宾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小小的一些小期待 是不是 那么究竟我们的女嘉宾符不符合呢 我们一会一起去见一下 哈喽 哈喽 谢谢 哈喽 大家好 我叫蒋欣 今年26岁身高172 我的工作呢是一名配音演员 平常呢会给一些动漫啊广告啊之类的配音 我的兴趣爱好呢是滑雪啊游泳啊健身什么的 还有就是像刚刚这样的安安静静的弹一些书 然后喝一点咖啡感觉生活还是蛮惬意的 毕竟生活节奏不能太快嘛 可以自己慢下来释放一些压力 我希望呢来到这个节目可以找到一个有效性 有一定物质基础可以给我带来安全感的人 好的 现在我们男女嘉宾终于是见面了啊 那我们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让彼此了解一下 来 小同学来 你好啊 我叫彤彤胜 今年三十岁了 是个东北常识人 我十二本科毕业 然后在常识工作现在 我身高1米74 然后体重呢 吃多了呢就80公斤以上 正常的话就是76几斤左右 看心情 然后也平时就喜欢喝喝茶水之类的 再不就是叫叫鱼 相对性没有年轻人那么多 都在娱乐项目 你来给我们做一个左介绍吧 好的 我叫蒋欣 然后今年呢是26岁 那我的身高呢是1米72 反正就是兴趣爱好什么的吧 就是滑雪呀 配音呀 做一些陶瓷 就是手工之类的 再不就是汉服 我比较喜欢汉服 因为宣传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嘛 爱好很广泛的一个姑娘 是吧 听上去也蛮花钱的 是吧 对 因为汉服确实是 不是那么太便宜 那么今天选择到这个地方 可能也是有寓意的 是吧 对 就是很喜欢陶瓷 对 因为我感觉陶瓷吧 它特别的有意境 然后很古典的一个姑娘 我对男嘉宾的第一印象吧 就是这个感觉这个男生还比较稳重 然后感觉 说实话他有点胖 然后和我的理想型有点出入吧 然后后面再了解看看 我一会呢 想邀请男嘉宾和我一起去体验一下 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 体验一下这个陶瓷 对女生第一印象 就是我刚看到这个女生 说吧 感觉还是应该挺文静的一个女生 我才站在那里的时候 然后 今天也简单了解了一下 女生说了一件自己的特长啊 就是说她喜欢一些陶瓷 然后汉服 还是刮水 上面上我也喜欢的一些东西 就跟她的有 相对要有一些多种的爱好 比较传统的东西 感觉这个女生会 可能能为孝顺父母 第一种感觉真的不错 从男女嘉宾的择偶要求来看 女嘉宾要求男方会孝顺父母 男嘉宾非常认同 女嘉宾想要对象带有安全感 男嘉宾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女嘉宾希望交流自己的爱好 男嘉宾也有一定的爱好认同 女嘉宾生活节奏比较慢 想要多多享受生活 男嘉宾希望女方会做法顾佳一些 二人匹配指数达到83% 男女嘉宾经过简单的自我介绍后 有了一定的互相了解 女嘉宾决定邀请男嘉宾 一起做手工陶瓷 接下来他们又能碰撞出 什么样的火花呢 你学这个多久了 我学这个没有特意去学 就是单纯的兴趣爱好吧 我觉得学东西比较快 我刚才有了解到你 你喜欢钓鱼是吧 对 我喜欢钓鱼 不是 那你 那你会就是 在那儿一坐一整天那种吗 我一般的喜欢 你要我坐个 二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左右吧 应该是没问题的 就是一动不动的话 那你耐心还行了 那我看他们 钓鱼老公都是 一坐坐一整天那种 你看你手在站着吃 那你要说一天坐一整天 那我感觉就那种 就是不太现实吧 因为你要需要去调整杆 它不像说有的地方 你需要鱼塘也不一样 你钓的环境也不同 所以说你要说一坐坐一天 那个我感觉就是个样子 怎么说的 就是在钓鱼鱼具这方面 你会就是说很花很多钱吗 那倒不太可能 就是说因为我钓的说 虽然是喜欢这个东西 因为我昨天工作 特别烦闷的时候吧 会出去钓鱼一会儿这个东西 也就是大概一下午吧 或者雨后吃 我不会花太多钱 几千块钱我倒是可能活 在工具范围之内吧 平时玩法叫啥的不 玩啊 但有一周能玩个两三回左右吧 应该就你会有时间 做饭呢 或者是在家 接待什么亲戚之类的 那如果说你来亲戚的话 那我肯定是接待 但是说让我做饭的话 那属实是有点难为 我因为我确实是不会做饭 因为我就是从小吧 就经历过一场火斩 然后然后就是从此之后吧 就特别怕那个 特别怕火 所以我接受不了 就是打火的时候 那个火就砰了一下 就是跟炮炸一样 接受不了 那你可以用电的 就是女生如果不会做饭 感觉 但是用电的话 就像女生做饭 生孩子 这不应该是 应该做得多 毕竟是平利的 不是 那哥你这就有点 有点冒昧了 不是 那谁跟你说 那女生一定要相扶教子 一定要做饭的 那女人也可以搞事业 可以不做 但你不能不会 我认为 就是说 我不管女生 从来没有人要求过 女生一定会做饭呀 但是说生孩子 那又不是一个人的事 是 生孩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假如就是说 有了孩子之后 你会为了孩子 或者为了这个家庭 放弃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吗 比如呢 因为我 比如 很好饭吗 例如就是你那个 所谓的汉服 那汉服是不可能 我可以带着孩子一起穿 孩子那么小 穿这个东西 好像不算那么太合适吧 那怎么不合适了呀 那古代 从小宝宝就开始了呀 古代是古代 就是现代是现代 你现在那东西 可以当做一种奢侈品 或者当那种好饭的东西 爱好可以 但是我感觉 会花费很多的时间 就是那个东西 那时间我感觉 就不太合理 你对以后 男孩女孩 有啥的有啥要求 我们家里是独生子女 所以说 生完孩子 虽然说没有什么 进行的要求 就是因为传统现在吧 但是一定要会 要有一个孩子 那还行 那还行 你不会是妈包男吧 那倒不可能 我跟我妈 截度少 就是若是真结婚的时候 太多了 也不会说 走在一起 而且我不会 跟父母在一起 我也希望 就是说 如果真走了 那时候就真结婚的时候 也希望你不要 住在一起 跟父母 那没事 就是父母 不住在一起行 但是必须得在 同一屋檐下 就是过年啥的 你不可能不回父母家上 这个可以 因为我 其实说实话 我就算是一个麻宝女 就是 我妈 必须孝顺我妈 你不孝顺我爸 都行 但是你必须孝顺我妈 孝顺父母 没有问题 如果是结婚的话 你有什么要求吗 结婚 反正就是可能 是你会觉得 我有点物质 但是我感觉 其实在南方 或者是在咱们北 就是哪怕咱们北方来讲的话 其实我感觉 28万的彩礼吧 女嘉宾经过 简单的兴趣爱好交流 双方有了一定的基础了解 接下来 深入交流婚姻方面的话题 双方还能友好的相处吗 让我们敬请期待吧 目前男女嘉宾 减配度90% 谈点实际的吧 你说彩礼的话 我可不可以少给一点 那你 你最高能给多少了 这个不是贪买卖啊 我感觉就是说 你叫我 二十几万的彩礼 好像并不是那么合理啊 我一年的收入才不到二十 但是可以一起努呀 其实我要这28万彩礼 也只是单纯的一个数字象征 那我给你彩礼 你的回率是什么呢 我的嫁妆肯定是非常丰厚的呀 其实我认为彩礼这个事儿 就是说可可以少一些 那不可能 那不可能 因为毕竟我妈养我这么多年 因为毕竟我之前也说过了 我是一个妈包女 那我妈辛辛苦苦养我这么长时间 对吧 因为我家庭方面 也不是那么的太和睦 然后一直从小也是在 就能轻易的家庭下长大 所以说我就相当于是 被我妈富养自己来的 那我 因为我妈从小就教育我女孩子 都能调价的 我感觉28万彩礼 其实已经挺 我要这个彩礼 也不是说我独团 那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就是说 彩礼就是像个性的东西 咱们不是做生意 而且要彩礼这个东西 现在也不是说 所有的地方都需要这个东西 那你这个思想就不对了 那怎么呢 你还想裸婚呢 那我倒没说说裸婚 但我只是会相当感觉 就是你一分钱不娶 那你肯定是 那你一分钱不花 就娶个喜欢 那你是不是太幻想了 我倒可以说 是去以后那个财礼的钱 我可以去给 因为多少怎样 但是这个 不太能接受 这个28万的顺利 你就这么说 我从小到大 虽然说是在 在重男轻女的情况上长大 但是我被我妈养得很好 我也是断单身家庭 有些人就你现在的问题 我感觉就是说 如果是咱们真结婚了之后 你会都听你妈的 就你母亲说的 有些现在所有的问题 都集中在一个点 就是说 假如你妈说什么 就是什么 那倒不会 因为婚后之后的生活 是咋俩的 婚后之间有一些矛盾 咱们可以讨论 但是彩礼的这个问题 我感觉我真的做不了让步 因为我妈 那你的猜眼是 你母亲要的那个钱呢 还是说 你想这个数字呢 我自己也想要这个数字 我妈妈只是告诉我 女孩子不能掉价 不能要财力要财力 我给你 目前给我的印象来讲 从刚才咱们 就是一直在聊天嘛 也就是 我感觉你有点 太不心难了 有点太大男子主义了 我感觉很正常 就像你自己似的 男主外女主那样 我感觉你正常 不是 这正常吗 这哪正 你能不能小心一点 就刚才你一直在大大咧咧的 你说白了 其实28万的彩礼真不多了 你比我大那么多 你真是卡着 我能接受的信来呗 咋说呢 感觉刚才相处下来 最开始相处的时候吧 这个男生有一点还挺打动我的 就是他比较细节 因为我是一个细节控 就是从小被娇生 不能说是娇生惯养吧 从小被富养长大的 因为在重大性女的情况下长大 我妈也是把我养大挺不容易的 但是相处下来 感觉他 时时刻刻有点以自己为中心了 刚才相处下来 不是那么太愉快吧 感觉有点让我生气的 然后他刚才也有 在大大咧咧的 最开始的时候挺细心的 但是刚才做同意的是他 不知道他是说生气了 把他说生气了还是怎么样 就是感觉他有点像故意 把那个颜料甩到我身上来 我对女孩第一印象 还是不错 因为他喜欢一些东西吧 都是一些中心 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 这个方面 因为我这家庭 本身传情关系比较重的 怕不什么的 我也挺支持这个东西 但是后期我们两个人 谈到一些彩礼问题 因为他就提到说 男方的彩礼 动作多少多少 当我实际情况吧 就是说北方 彩礼之中 就是像中心的意思 也不一定用说 非得说多少 但他我想就是 对相对于这个二八二万 彩礼的事 纠结了一下子 我也挺生气的 而且他还说了一些 就是说结婚之后啊 他希望 有些是他会听他母亲的 他也讲了一些 就是他母亲讲的不容易 因为我本身 我也是单亲家庭 哈喽哈喽 你好 这咋的了 感觉好像谈崩了呢 发生了啥事啊 刚才不还做得好好的吗 咋的了 刚才做那个投词的时候 嗯 把东西吹到他身上 甩到身上了 反正不是故意的 我拿到身上了 甩身上然后不开心了 那倒不是 那还有点别的原因 就是谈到财语的问题了 就是安心 那会儿当时拉着财语 但是我想 就是说两个生 已经生活在一起 前面的问题 并没有要因此 钱的问题其实也 不是不重要啊 其实重要 不重要 就是说 我感觉是两人在一起的话 就说 才非你 不要用那么多 啊 也就是像中心的 比较两人不在一起 因为钱也用在大家一起 那这个分歧的点在哪里呢 啊 女嘉宾觉得 应该是多少比较适合 然后你觉得是多少 她那些要是八万 但我也不相对比较多了 然后说 会不会在十八万左右吧 就是 可以 因为上午 不行 而且可能会货之后 工资卡 我还会交一下 我懂了 我get到这个点了 要不然这样啊 咱们都平复一下心情 然后咱们换一个地方 找一个咖啡厅 咱们再坐下来慢慢聊 好不好 好不好 行 咱们走吧 走 男女嘉宾因为彩礼的问题 有些分歧 主持人及时现身 为俩人开导 给男女嘉宾 换了个安静舒适的地方 慢慢交流 能否解决 他们之间的矛盾 让男女嘉宾重归于好 目前男女匹配度 达到65% 换了一个环境啊 然后我们继续再来聊聊 刚才那一个问题 是吧 反正因为彩礼 有一点点的小分歧 然后刚才我也跟男嘉宾 进行了一番交流 然后在我看来 他的意思并不完全是 这个钱他不想拿 他不是这样 他是想 那后续 会通过你们两个人的努力 然后共同去做一些事情 把男嘉宾去提供 两个人的事件 我的意思就是说 相对于这些数字吧 我们可以给一部分 然后剩其他的呢 因为咱们涉及到 结婚之后会需要买房子 给一个女方一个承诺性的 把就是一个 心理安慰 就是怎么说心理安慰 就是保障性的 房子的名字呢 我可以写他的不写我的 这一块想好了 对就是首付我出 然后贷款共同去还 名字呢 可以写女方的不写我自己 但是财礼我不想给那么多 因为有一个原因 我公司的原因吧 就是一定会有公司机 所以说我不可能 一次性把他拿进去的钱 那有关于说 就是两个人结婚之后啊 关于财务这一块 你们两个人怎么想 我是想 其实刚刚在 上一个那个 怎么说呢 在上一个接触 上一次聊天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 旁桥侧击的 去询问过他这个问题 可能当时也是 我表达没有那么太清楚 就是说 这个财政大权吧 我说我想掌握在我手上 并不是我一分钱不给他 或者是他手里一分钱没有 是什么叫大权呢 如果说是全部管理的话 那就叫黄权了 那就不叫大权了 大权是大半部分 掌握在我手上 由女方 由女嘉宾来掌握 但是也不是说 什么都不给你 然后你想干嘛的时候 怕得找你嘉宾去申请 不是这样 咱们继续来聊 就是在恋爱当中 有哪些事情 是你们觉得不能容忍的 首先我是坚持不能容忍出贵 因为我感觉 无论是精神上出贵也好 还是肉体上出贵也好 都是属于出贵 我并不是认为 这两者有什么任何的区别 因为咱们该开玩笑 开玩笑 但是咱们严肃的问题 就是应该严肃的去说 我认为 就是反正出轨这方面 我觉得一定可以接受 第二就是 有暴力 有任何一点暴力因素 是绝对不可以的 就比如说 骂也好 冷暴力也好 就包括动手也好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是你 你别说你动手了 你骂我一句都保识 就是普通的吵架你可以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 就是爹长八端的 就是那样的去骂人 就要尊重彼此 对 就是这个家暴力的事情 有事可以一起解决 冷暴力 还有动手 是坚决不可以的 因为在我的原生家庭方面 是有这方面的困扰的 你怎么看 我倒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很少生气 看出来了 我就感觉 他像这个水豚一样 我脚身特别稳定 就是温温吞吞的一个感觉 我脾气特别好 就是一般人 很少能把我惹成气的 我自己会在这 有几家人 一个是女生抽烟 对 这个你反复强调了 对 我反复强调 女生抽烟这个事情 我也接受不了男生抽烟 因为我烟草不敏 你抽烟吗 我不抽烟 我真的不抽烟 然后第一个是 你说抽烟的问题 再一个就是 我也讨厌 就是男鬼妮那个东西 我感觉那个就是个 借口吗 不管是借口还是怎么样 你总的总的 就突然一样 这么多就说什么 鬼妮怎么样 鬼妮 你要是这个女的吧 我已经认了 我脾气好 我可以忍受 但你要是男的 把他喝了 我对他都没有意见 但那男生 不要处在我面前 我虽然脾气好 但是不代表 我不会动手 就这种的 我是这种人 那你有男闺蜜吗 动手不动头 我是坚决没有男闺蜜的 但是我女闺蜜非常多 不要跟我的女闺蜜 那你们先聊着 我去多艺维生间 可以可以 去吧 咱俩了 刚才就是在那个做法子的时候 表情 把女生的衣服整个脏了 脏了 对 然后就在做工作 咱们同学人员给他买一件 这么细心啊 好 那那一会儿他回来 那一会儿他回来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 给他一个小惊喜 好吧 好 你钓鱼的时候是那种一钓大半天的那样的吗 那倒不是 我就一下午 或者说两三四个小时那种 就结束了 因为不会实际太吵了 因为手机一直在想要 也掉不销 我听我说 刚才放一半的衣服 太脏了 我刚才能不能买一下 也不知道如何是 非常细心啊 没事没事 也是那个时候 我说好方式有点问题 没事没事 能理解 因为当时情绪可能也都是有点激动嘛 就是也确实是没想到你能这么细心 就我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对我也挺出乎意料的啊 通过刚才的进一步的了解啊 和刚才那个主持人的调节呢 我感觉到男嘉宾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自私和那么大男子主义 其实也是之前我们有误会 那第一次见面 游会很正常 我认为这个误会是可以解除的 所以说有问题的话 说出来及时沟通就好 我也并不是说我的观念一定是死的 一定是这样的 不能变通的 我主要的就是想要他的这样的一个态度嘛 所以说通常刚才的了解也有所改变 就让我惊喜的是 男嘉宾居然因为这个衣服的问题 居然给我重新又送了我一件衣服 然后还是蛮喜欢的还是挺不错的 没想到他还挺细心的嘛 就是挺会准备惊喜的 就这点就很加分哦 在今天我对你这样的印象来比本身也挺好的 然后今天因为那个陶瓷的关节嘛 就是谈到猜疑的问题上 男嘉宾经过主持人耐心的沟通 两人终于重归于好 男嘉宾用自己的真心和细心打动了女嘉宾 接下来到了男女嘉宾抉择的环节 她们是否能牵手在一起呢 目前男女嘉宾体费度95% 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最激动人性的时刻了 就是最后抉择的时刻了 那么大家一会听我的口令 我在倒数321之后 如果你们决定继续在一起的话 就请为彼此转身 如果你们觉得缘分还没到的话 那就请默默走开 好吗 请转身 恭喜男女嘉宾成功牵手 为祝福双方走到了一起 男女嘉宾分别在卡片上 切上对未来的愿景 祝福他们的日后的道路 能够长长久久 开开心心 好的 恭喜两位牵手成功啊 这是我们节目所为你们准备的家电大礼包 还有这个是来自某的美肤品 恭喜恭喜啊 感觉今天相处下来吧 虽然说有矛盾 但是最后能化解了其实就是好事 毕竟相遇是一种缘分吧 也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的节目 然后也找到了还算不错的另一半吧 感觉相处下来这个水屯大哥还是比较有幽默感的 然后我们之间的兴趣爱好什么的都比较相同 当然了除了这个敏感问题 当然这个敏感问题呢 可以慢慢的去磨合 我觉得只要他有这个心态 有这个态度 那我们慢慢磨合 这样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想给对方这样的一个机会 今天中过这个节目 我和女嘉宾认识 然后中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也算一些误解吧 然后从一些环节互相去了解 去解决 其实大家相互有这些好的心态 只是说有点紧躁了当时 也希望就是说后续我们能越来越好 也能就是以后在处理事的方面上 也能更开心的解决进去